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女世界的直播间 那今天呢 抱歉 我们晚了5分钟 由于技术原因 今天呢 就是我特别开心请到了那个Diana过来 那Diana呢 我和她是通过这个女世界的朋友认识的 我们见了一面之后 她跟我讲述了她的这个心路历程 那我呢 就是真的是打心眼里佩服她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后来呢 我就邀请她来做直播 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她的这种经历 我觉得她是就是特别谦虚的人 一个才女 那她呢 是在这个 这个在加拿大呢 是在Royerson University和 Rochman Business School的荣誉学生 然后呢 也是在美国的North Park University 修习了MBA的课程 这些呢 我觉得呢 都还好 好像这个在华人社区里也很多 这样牛的人 那她呢 也是ESL那个认证的老师 然后人物性格分析证书 等多项的证书 那她呢 是在这个她呢 受邀与公民入籍典礼中 向新移民分享自己的历程 她两次入围前25名加拿大移民奖 并获得了多个奖项 包括专门用以鼓励移民女性 对加拿大贡献的Catherine Parr Child奖 新时代电视颁发的生活风采奖 多伦多华美奖和安省十年的义工奖 然后呢 2022年呢 她又荣获女王70周年白金纪念勋章 那这个是她的光鲜亮丽 但是的一面 但是呢 Diana呢 她呢 其实平常呢 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教育当中 那她在2012年的8月份 创建了天才服务中心 这是安省唯一一家非盈利机构呢 就是以普通话为主 提供全方位为特殊儿童家庭服务的这么一个组织 那我们呢 她的履历呢 我觉得特别的多 咱们不再用时间 更多的时间 然后我想大家都希望听到 她为什么投入到教育当中 好 那我们就开始 首先呢 那个Diana非常欢迎你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 谢谢Sherry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Sherry的邀请 其实觉得挺不得感当的 因为多伦多能人很多 就自己只是想想的一个 在就是非盈利这个领域里面 就做一点点的事情这样 好的 Diana 那我们直奔主题 好 其实在那个加拿大 NPO就是公益组织也很多 华人里面也有很多公益组织 我看你参加过不同的服务过 不同的NPO的这个 这个organization 那我想就是你对NPO 就是最初从了解到开始做NPO 你对NPO的理解 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啊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其实蛮幸运的就是 我来加拿大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我零一年就来了 那非常凑巧的是 就是我在加拿大所有的工作经验 都是在非盈利机构里面这样 就从我第一份工作 那非盈利顾名思义嘛 就是不是盈利为目的的 但是我觉得光不是以为目的还不够 就是它要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让政府的那个钱呢 就更好去更好的去帮助一些 这些有需要的这些人这样 当然非盈利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什么倡导型的 有研究型的 有中介型 那我们主要是比较服务型的这样 那在我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呢 就是我在很多个非盈利工作 机构工作过 我在新移民的机构有方 新移民就是提供这种职业咨询啊 我也有在医院里面做 就是fundraising的部门有做过 可能也是因为各种经历混搭在一起 就成就了我现在就是自己创办了 自己的非盈利机构 那你当时去做义工的时候是 怎么想到去做义工呢 其实我来顶后没多久 我就去做义工了 那也稍微讲一下 我其实在中国的背景我是学 应该说跟商有关嘛 我大学里是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叫国际贸易 那我毕业之后就是一直在一个 在一家美国公司是做marketing的 所以呢到了这个国家 应该说还没有到这个国家之前 我就想着要怎么把自己market出去一家 所以在 当时我在上海工作 所以我做了一下研究 我发现加拿大的语言是英文和法语 所以我就在上海 Alliance Foundation 学了六个月的法语 这样 这就也是很有准备的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我想 说那要了解这个国家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那发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社区中心 我就去社区中心做义工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比较快的融入这个社会 会获取资讯最便捷最丰富的一个渠道 所以其实刚来大概一两个星期 我会就去做义工这样 哦 这个我觉得和那个可以给很多人一个 就是这个tips 就是说想了解 想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 就像那个Diana一样 就深入到使的那个community 去做义工 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谈一下你的这个 作为专门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服务 这个机构的发起人 而且呢就是说有这个机构有十多年了 能不能谈一下你的这个机构呢 好啊简单为大家谈一下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坚持做这么久了 那稍微介绍一点点我自己的personal background 因为我有一个特殊小朋友 其实当时来加拿大就是打算的很好 就像我刚才说的做了很多的planning 前面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我的第一个孩子呢是在加拿大出身 那我是一个很喜欢小朋友的人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不工作 我可以在社区做义工 我就陪着这个孩子长大 等到他两岁半的时候 我觉得嗯差不多应该可以出去工作了 但是结果就是收到一个应该说是噩耗吧 如果线上有妈妈应该知道 我们就是三个月六个月十八个月都会去做检查 那两岁半我也去做检查 医生就说这个小朋友有language delay 然后又给我们referred到一个机构 嗯说有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然后又说我们孩子有自闭症 当时医生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就 哎呀时而会想起来 那个医生就说你的孩子这辈子都治不好 当时对我来说其实打击还蛮大的 一个是我要出去工作的这个希望泡面 就是我做了前期做了这么多工作 嗯然后一下子好像机会就全部被打乱了这样 对嗯所以我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up and down 有机会可以再谈那嗯等到孩子嗯再长一点 我其实慢慢就开始接受他我就开始疯狂的去去找治疗中心 中间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 当然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所以等到孩子十岁的时候我就发现说 哎这个治疗好像已经对他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了 所以我就比较注重说那长大以后的这个life skills是怎么培养 那同时也蒙发了一个内心蒙发了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说能不能把我走过的错路分享给大家 也把我成功的经验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当时会面对这么多的事情 我相信其他家长跟我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 嗯嗯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家长俱乐部 嗯当时就是三个家长啊 啊那后来哎发现就算是每每周就是去哈 我们在论坛上也啊谈论一些问题这样 嗯但是从三月份到八月份 然后家长人数就达到了46个 当时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家庭俱乐部 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而且家长们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啊然后我就想说我有很多就是费力机构的这些经验 嗯啊也许我可以来做一个这样的 的经营的费力机构来帮助大家嗯对 嗯对但是想的容易了 其实真的经营起来的话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这样啊但还好我们就坚持过来了 所以非常感谢就是这些家长们 其实都是他们又推又拉就是我们顺着家长的这个需求 一直都到了今天所以今年已经是第一十一个年头了嗯嗯嗯 就是虽然你是轻轻松松的带过但是我我能够想象得到 刚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 而且这辈子说这辈子治不好那种打击有有多大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的一个也是在加拿大一个朋友 那他呢也是我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八年前吧 我们认识以后他就谈到他的孩子 就是有不能够自主的进食这样的 他就说当时他跟我聊的时候就说的我看到那种痛苦 就是一个呢是看着尤其当妈妈的看着孩子这种suffer 这种对妈妈的心就不是说的可能有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揪心啊 各种方面所以我觉得那个所有的妈妈呢就是都特别的坚强 那当时呢他给的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也特别的就是感动 他说的虽然吧就说的他是一个这样的孩子需要特殊的照顾 他说但是啊慢慢的他说我知道这个孩子教会我太多的东西了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能看到他还是很痛心 但是真的他说这孩子给了我太多太多的东西交贵了我很多 所以我觉得觉得就是当妈妈的这种叫resilience 这种任性真的是让人敬佩 那你这个特殊哪个为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你现在都提供哪些服务呢 我们主要就是分两块嘛 一块就是家长一块就是孩子 那最直接的刚才你说了就是我们孩子既然被诊断嘛 所以像我当时也是就是非常揪心 想着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好得起来这样 所以只要市场上有人讲说啊中医有用啊 针灸有用啊就但凡有用的就全部回去试 所以我就试了很多很多啊包括什么足底按摩 说按脚底的穴位头上会有气啊类似于这种啊 但现在反过来想想就是当时也是比较缺乏智慧啊 就是看着什么就就回去啊这也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啊当你知道这个孩子被诊断之后 他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整个机构的服务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条线的 就是说从你发现说你怀疑你的孩子可能有问题 就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咨询 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就是啊那种assessment 一个评估一个consultation 看来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到底是去看医生还是不去看医生啊那你拿到诊断之后呢 我觉得医生们也都很支持我们啊 有一些家长就是上午诊断 然后医生就给了我们中心的资料 他们下午就已经到我们中心了 所以我们会做一系列的啊咨询啊 就一方面是心情上面的服务 一方面就是我们帮他去申请征服的方令 嗯哪怕你英文再好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表怎么填 嗯还是会表吃亏一点这样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两块对孩子我们做康复训练 嗯那主要运到的还是就是ABA 当然在中间结合了很多我这十几年来 就是我们自己啊呃呃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所以就是呃现在就是小年龄的小朋友到我们中心来 就是幸福非常非常快啊 啊那另外一块就是针对家长 因为我只知道我知道当时我的压力有多大 而且就是18年前真的是没有什么旁边没有什么中国家长 我觉得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讲我爸爸妈妈认为我有问题 他们不他们会说小孩不讲话很正常呀 呃我妈妈还说贵人语持啊可能他就是一个贵人啊 他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讲话了呀 呃对所以其实也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呃也也得不到当时我觉得社会各方面可能还没有现在怎么接受多好 呃所以就很孤立啊然后而且会容易想太多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句嘛就是医生说这辈子都治不好就 就这辈子三个字就对我压力就是像一座山一样 我当时甚至在想说一个癌症病人医生可能会说啊你还能活两年 你还能活六个月但我想说这个他是有时间限制的你挨过去就解脱了啊 但是一辈子啊我看了一个三岁的想小孩想的是 如果他真的活到八十九十那那我应该这辈子人生就完蛋了 我其实当时就这么想啊但是确实像轩儿分享的那样就是我慢慢慢慢走过来以后 发现孩子其实教会我很多啊孩子真的是我们的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就是他一旦表现出来一些什么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做父母的更加完美 所以我之前可能就是大家也听到了我就很喜欢做计划了 我想就是要把很多东西安排得很好啊 而且可能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说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 但是这个孩子就让我看到说人的能力是渺小的 除了这个能力我其实还要结合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就是对我的一些改变啊 就是成就了今天的我吧 虽然还不是那么的完美吧 但是我我我自己觉得反过去看的话 真是比以前进步了不少这样 一定的一定的那在这十多年里啊 就是说服务的过程当中啊 你给我们举几个你印象最深的事吧 嗯好啊 嗯其实刚才一个也是讲到说 嗯当时是有一个信心啊 觉得说我想要帮助大家 然后就就去创办了这个费力机构 但是是在真正去营运的时候 还真是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因为哎要有办公室啊 那办公室那是不是要有人啊 要有人接待啊那嗯 嗯program是不是要收钱 是不是也要有财务 所以各式各样的啊问题 其实就接踵而来 那我们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 我当时啊一开始我是想的说 哎可以跟亲朋好友就是啊 啊foundaries一下 但我也有一位啊同学就是非常好心 他就说哎呀给你们这几千块钱 这样啊我也非常感谢他啊 啊那就发现说这个几千块是很不禁用的 很快就没有了这样 我想share做那个女世界这么多年 嘛应该也有什么有提会啊啊 啊所以就是各种问题会了啊 啊那嗯其实就很很艰难的去营运 比如说一年要筹多少次款呢 那这里其实华益社区筹款不是很容易吧 啊我们就开始做活动这样 所以做到一个做到大概我想想大概三年左右 三四年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有点撑不下去了啊 啊我就跟自己说真的要这么撑这么啊 啊啊另外一点就我可能也有点固执了 我觉得说我既然做费益力 我就一定要给大家免费的服务 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就是这些啊 什么consultation啊帮大家就是写啊 啊文件啊这种都都是不收钱这样 对啊但是有一位家长其实他也改变了我的想法 啊那位家长就是一开始有人 然后我们就帮他申请这个 这个钱了之后呢 哎他就不见了啊 啊然后过了两年他又出现了 他就说嗯为什么我这个月没有收到政府给我的钱 这样啊那啊其实当时我们我们也有员工就 嗯感觉有一点点不满意嘛 啊就觉得说这个家长我们帮你了哎 可是你拿到钱又不见了这样子啊啊 然后现在你有困难又又又又出现啊 但是当时我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想法 我突然觉得说其实他有困难第一想到的是来找我们 呃他他他可能离开有他的原因嘛嘛 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可以handle了这样 但是他也有困难他找到的就是我们 我当时觉得说那假如他来找我们的时候 然后发现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啊我我已经不做这个机构了 那我想他可能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啊 啊因为他也英文也不好 而且他机构可能也不太能帮到差价 然后突然发现说其实我们有存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呃有很多可能政府机构啊或者讲英文的这些机构 呃做不了的一些服务这样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呢坚持下去的一个一个一个原因吧 嗯另外就是啊我们不是叫天才服务中心吗 因为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天子 但这个天才呢不是好像说呃像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说 一个三岁的小孩抱到钢琴面前他就会马上就会弹那个钢琴了啊 啊非常非常的流利这样 我发现他们是需要被发现 然后一定要有人培训 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有耐心啊 啊那也是因为有有有一个小朋友就是 他来的时候他妈妈说啊 就是说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啊 嗯没有没有什么用这样 然后孩子来了以后就爬上桌子啊这样 就写就是那个行为就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孩子就是因为教室里有音乐嘛 所以开始点头这样 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点头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 叫他弹钢琴啊 然后他真的是从一直弹开始 一个手指这样 而且弹下就会一小片数片 实际上他会有有reward的这样 然后从从一个手指开始 然后就说让他用五个手指 结果我们发现他五个手按下去就不起来了 就是咚一下然后就就不起来 嗯但是到后来他就慢慢慢慢 因为我们有逃方法去教嘛 所以他右手就会弹了 当时我就突然惊讶的发现 当他会弹右手的时候 左手他是不用教的 左手他可以自己弹 啊虽然这个孩子现在也蛮大了 其实跟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啊 嗯他到现在其实也不太看谱 就老师谈过一遍 然后他他就能记住 然后他就自己谈 所以啊我觉得一个是家长 一个是孩子给我的信心 我我真的是觉得 every child is trainable 就只要我们有耐心去发现那些蛛丝马迹 然后让他们这些蛛丝马迹的技能能 能得到培训 就后面他们肯定是可以 就成为一个天才这样 嗯嗯嗯嗯 我忘了我读了哪一本书啊 好像是一个 一对夫妻是美国的夫妻 她们呢就是 这个女的呢是一个博士 好像是学神博士 但是她后来呢就去这个专门做冥想这样的 参加 参加 然后呢她也是和这个 她和这个先生的那个孩子也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她还带着孩子去到这个叫蒙古国 去找那个萨满 也去就说的你想这个作为父母 为了孩子可以做到 就说美国所有的可以说的中西医啊什么什么都看过 她当然她是美国的美国人 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她有了就是听别人说这个萨满可以帮助孩子怎么样 她就带着她和先生就说的带着孩子去找 她说的当时呢孩子可能七八岁了 但是还不会自己上洗手间 不会自己去上厕所 她说的就是在飞机上孩子就开始闹的时候 她就觉得这个旅程呢 她说的觉得没有办法完成的 而且到了大草原说的那个到了蒙古国 那种呢不是说随时随地都可以洗澡啊 换衣服啊什么的 她就当时就是觉得特别的 就觉得不应该来这一趟 但是呢到了蒙古国以后她就说最终她找到了那个萨满 萨满的儿子和她的孩子就很快就成为朋友了 所以呢我就在看那本书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感受到哇 原来这个父母真的为孩子可以清净所有的这种 这种爱 然后呢是你说 我我就想说其实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只要有人说这一点可以帮到 哪怕其实因为我有一次去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三个月你的孩子就能开口 其实虽然我也是将心将意 但是我就觉得说终比没有好这样 当然后来坚持到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 是那位就是医生他不想看我们了这样 对然后我就其实结束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 哎呀我先生也说 你看你就这么容易被人骗 是的肯定都要各种事 这样的我们呢就是在和Diana 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如果呢 那个直播间的朋友呢 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们 在这个chat上打出来 如果有特别的 就是说想和那个Diana 请教的 那我们也欢迎 如果你觉得打字不方便 也可以开麦好和那个问那个蒋老师好 我会问Diana 嗯 可以的嗯 Lily是有问题要问吗 Lily是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没有 好的 然后我就想问 就是有的时候人家都说的母亲和父亲的不同 我就想问在你这个经历这么多的困境 然后你自己的家庭 再加上这十多年 你看到其他的家庭 你觉得父亲和母亲的这种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有什么区别吗 嗯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我们一般说父爱如山嘛 摸爱如水这样 所以父亲其实是属于那种 我太会表达 但是可能会想要把最好的 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孩子 但是母亲呢 那就比较像水啊 像水碰到石头就会绕过去啊 啊 所以也可以变成蒸汽啊 可以变成病啊 就是可以是露珠 就水装在不同的容器里面 可以变成不同的形状 嗯 但是其实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个人会觉得说 原来我们说男人伴别天 女人伴别天嘛 其实天塌下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女人顶的天 就因为母亲 会拿双手 顶着这个天 不让这个天塌了 这样 可能大家也看过就像那种 比如说地震当中 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可能攻着身体 然后有就是失败 拿到自己身上了 或者是他哪怕自己可能已经去世了 他还还在给孩子喂呢 类似于这种很多这样的故事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的伟大 但是我也确实发现 就是在特殊孩子这个人群里面 其实不乏有一些爸爸是不太能接受压力的 所以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选择逃跑 就是回避吧 就是有几种爸爸 一种爸爸就会拼命赚钱 然后就跟妈妈说 那你带孩子去做治疗 我来赚钱这样 看上去好像是爸爸也很努力 但是其实就是他基本上不太要 需要来管这个孩子 当然也有一些爸爸会就是无法面对 那他就选择离孩子的家 或者是他可能选择感情的出口 去出轨另外一个人 也是可能的 因为压力看到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少很少度的 很少部分 就是very small percentage的这个daddy 他们会一直在想办法 就是他们是掌控全局的那种人 就是他要到网上去学很做很多的research 学很多的东西 然后他去分析哪一个可能更好 这样子 所以不同的都有了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妈妈的抗压能力更大 当然妈妈也比较注重细节 可能孩子像你刚才说的 会不会上厕所了 哎呀 toilet training 能不能寄鞋带了 能不能用勺子吃饭 这些可能都是妈妈在做 那爸爸主要可能还是做宏观上面的一些事情 这样 那听你这么说 其实最终每天面临最多压力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 是吧 因为和孩子每天这种照顾孩子的这个过程 就是都是一般都是妈妈来承担的是吧 对对对 当然也有例外了 就是有 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其实我们的容貌 其实已经不太能代表 有一些妈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做着爸爸的角色 然后爸爸会比较偏向就是母亲啊 就是细节的 所以爸爸在家带孩子也有 那也有一些爸爸会可能特别关照妈妈的心情 所以妈妈可能什么也不用做也是有的 对 好的 Jay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吧 谢谢 刚才听到那个答案的分享 就是挺感动的 然后一些是他怎么 真诚真诚实力的流入 然后我说了他自己一些个人的一些情况 以及他的这个一个MGO 跟您一起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就想侧面问一下 因为我还挺心疼他的 所以想特别问一下 就是说作为母亲 就在要就是你可能是因为 呃内心也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你可能内心也承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怎么样来释放你的这些压力 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来缓和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负担 那这样的话才可以以更好的姿态去照顾你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这个觉得说对你来说也是挺重要的 因为只有你自己平衡好了 你才去把家庭寻衡好 所以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接受的非常的重要 心情这个问题 确实是其实我曾经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其实刚才 我的孩子被诊断之后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我的孩子都蛮好看的 如果大家就是看过自闭症的孩子 个个如果是男孩就很帅很帅 女孩也长得很好唱家 那当然我看我的孩子也很好看 就是你不能从外貌去associate 说这个孩子这辈子就完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从拒绝期 然后到了拼命的去做治疗 然后又被一些人骗或者是一些经历 就是说我曾经觉得说我可以不睡觉 我24小时的投入我来帮你 你总要有进步吧 就是反过来去看的时候 就是说会其实会自己给自己很多压力 就是说你自己的付出 跟他的成长的比例是相当非常的大 可能可能我半夜也不睡觉 但他进步就一点点 而且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比如说 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 我以前也会生气 但是我发现说生气的话 我很不合算 因为我每一次生气 我的女儿就会出现倒退的现象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懊悔 我就觉得说你在干什么呢 你前期做这么多的努力 然后就因为你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 然后他现在倒退 倒退了之后 意味着你要重新起跑 你要重新从起点上再去走过 这样 当然这也是我一开始最初去忍住自己的一个动力 就是我不能发火 但其实这个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这个很像就是扫地吧 把那个脏的东西都扫到那个床单下面 你就看不见 但是你有一天你扫回去的时候 其实里面已经还是会爆发 所以只是说频率没有那么高 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因为我觉得我看不到希望 我再努力也没有用 好像就抓到一根死胡同里面去了 这样 但是那时候就非常的奇怪 其实我也就是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直播 其实我也曾经自杀过几次 就觉得说没有没有希望 这样 当然也是没有成功了 走在那个悬崖的边上 但是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 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觉得很奇怪 有个声音会跟我说 说也许这个孩子到你家来 你是有任务的 就是天将降大人 于私人也 鼓极精致 拉起金国家 但我是没有任何信仰的 只是觉得说这个声音很奇怪 也许是我不够好 这样 那我就很努力的去改变自己 可是过了三个月 我会自己跟自己说 难道我还没有改好吗 怎么孩子还是这样子 过了一年说 难道我还没有改好吗 过两年说 怎么还没有 但是刚才大家听我的故事 就是说我其实是孩子 10岁的时候去创办 这个飞影理机构的好 那我现在在去看这个问题 觉得说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任务 就是我要在这个世界上 要为这些孩子 这一些家长发声音 那倒回去说我很严重抑郁症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想到 我也是我妈妈的孩子 如果我出什么事情 我妈妈可能会很伤心 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 也看到我不知道哪里的心灵鸡汤 就说人生很苦 你跪着也要活下去 这样 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所以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活得非常非常的苦 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学习到说 其实原来这个情绪是可以被缩减的 你其实是可以去认识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去分析这个情绪 看到它什么时候出来 看到这个情绪想要做什么 你要去拥抱你的情绪 你要跟情绪去共处的 不是说我不理你 我把你扫到边上去这样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 其实我自己就因为学习 就有了一套方法 就是我会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就好像刚才我有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说那位家长走了 他又回来 那一般人都觉得说 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 对 但是我换一个角度想说 他可能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个意义 那孩子发脾气的时候 我也会想说 可能他不会讲话 这个是他唯一想要跟我沟通的一种方式 他不是说他故意要来惹我生气 或者他今天特别要捣乱 其实刚才上线之前 我孩子还在哭 他因为也是碰到了一些technical的trouble 他的那个iPad脸电视的时候 那我也跟Share说 我要离开两三分钟 我要去照顾一下他的情绪 因为我不能说今天我要来做直播 你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想说我要安抚好你的情绪 你在我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其实他是能感受到我的心情的 所以简单回答刚才Jay的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学习 还有练习的过程 因为我其实也是练了很多年 才把自己练成一个比较正向 看问题 现在可能可以维度高一点 之前就是太二维了 我觉得就是觉得走到尽头了这样 走不出来 但是后来发现说 假如我高一个维度 我再上一层楼的话 或者是我本来有的东西 放在我眼睛面前 但是我把它离得远一点 我就发现它好小 我把这支笔标出去十米之外 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 它根本对我造不成什么任何的一个危险 所以其实是我们的思想感 我们的行为也就感 我们行为感我们命运就感 所以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回答到你的问题 我觉得你分享的特别的特别棒 就像说嘛 就是说把一滴墨水放到一个小溪或者是大海里 它根本就不会染成 但是你放到一个杯子里 它就会把整杯的水染成蓝色 那我想问的是 你是怎么找到这种感悟的 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开始改变的呢 其实我有点像你刚才描述的那位美国家长一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 应该说很多长嘛 但是以我为例 我是觉得只要我听说哪一个方法有用 我就会去试这样 所以我去过很多很多的中心 也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 当然也会很自然的想到宗教 对吧 所以我其实也去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这些教育 对我也非常非常的有 当然我后来也没有进入基督教 那后来就是像您说的 比如说像禅修啊这些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佛教它不是一个宗教 它更多的是一个教育 所以我没有说把它当成一个宗教那样的去接触 而是我认为它对我的教育已非常的大 它让我去看清楚一些事情的本质 然后呢来改变我自己 然后几年实践下来 我就发现说对 其实我们家的这个气氛现在也非常 我现在有一天跟我说 他说哎呀我终于活到了 我想要活到的这个境界 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就像说我就觉得 从你的分享里面 真的就说的不管哪一种哪一个孩子 来到其实都是上天给的一个礼物 就是可能是从这种常人来看 是经过很多魔力 但是就像你现在在分享的时候 就是活出你们想要的这种样子 好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在在场的朋友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吗 要有问题的可以直接好开麦 他有一个Lotus 你好我有一个支币症的女儿 我想请问你们机构设立在哪里 有家长群可以加入吗 有啊我们的我们这个叫天才服务中心吗 然后我在那个chats里面给你打一个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们有四个office就是在万景 Wordon Stills有一个 然后Scarborough有一个 旺石也有一个 然后东边的Ajax也有一个 那如果您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也可以联系一下Sharry他们 这样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家长群 都可以非常欢迎你 也非常希望可以听到您的故事 Lotus你应该肯定是有Lisa的微信的 Lisa就有Diana的微信 到时候Lisa也会跟你联系 把那个Diana的微信给到的 那那个其他的好的 那还有Amy 我是Amy AmyAmy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这个自闭症有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就说是不是怀孕的时候吃了药或什么回什么回事呢 这个其实是一防比那个治疗也是同样重要 这是我的想法 知道我意思吗 知道知道 谢谢 为什么会有自闭症吗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问题 全世界很多人在研究了 有的人认为是遗传 那我其实也问过很多家长 因为我们在11年里面 就是光是有登记的 因为有一些家长他来了 他觉得我不想要登记家 那我们也就是顺着他的意 就是有登记的 在我们的文件柜里面 大概有一千个家长 所以每一次我给他们做一些咨询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会去总结一下 如果说是遗传 我觉得父系遗传会比较大原因 就一般来讲 父亲可能还是比较不善言辞 不爱社交 或者脾气古怪 其实会有一点点 但不代表社会的爸爸都是这样 肯定是会有例外的 那也有研究的科学家认为 可能跟打疫苗有关 因为疫苗我们打进去的都是virus 对吧 他要自己产生抗体 所以有很多孩子是因为打完疫苗以后 爸高手 然后可能就不讲话了 或者是退步了 有的家长说 我的孩子原来两岁会被糖尸的 我现在这个也不会了这样 那也有人认为是 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怀孕的期间 我是不是吃了什么药 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 说因为怀孕的时候吃了半根油条 好像就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天天吃油条 也没事了 对吧 小朋友生出来也没事 对 然后也有人怀疑 就是现在是我们的环境的问题 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非常厉害 就是如果在怀孕期间吃很多鱼 就是我们像我是南方人 我们会认为吃鱼补脑 就会让这个孩子很聪明 所以前面三个月可能会吃很多的鱼 但是鱼里面可能贡超标 就是重金属会超标 那还有人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很多基因是 基因改造过了 所以你基因改造之后 其实你就吃下去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大家都在到处的筛策 我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我的大女儿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她我真的是费了很大的心思 可能大家也知道 第一胎就是非常非常地小心 我其实从前六个月备孕开始 我就觉得我很小心 我渴了也不喝了 因为可能中国有那种吸烟的环境 我也不去了 就是非常非常小心 只要是不见 可能麦当劳我也不吃了这样 但是其实我第二个女儿 我是一边在上班 我还要大肚子开车很久去上班 所以中间我会困 我可能会喝咖啡了 偶尔也会吃个麦当劳之类的 看上去好像没有我第一个孩子 那么精细的去准备 可是反而是我的第二个孩子 更加聪明更加健康这样 所以现在科学家也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很多刚才讲的这些原因的mix 但是也有可能something else这样 所以很难做到预防 好 谢谢啊 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 艾玛你举手了 艾玛你来 Sherry晚上好 然后Lisa晚上好 然后Diana晚上好 然后我想首先给Diana一个温暖的 空气拥抱 然后就是做一个emotion support 我觉得你非常棒 你是一个伟大的妈妈 为了你的孩子选择坚强 支持你 然后呢 我因为我是护士 所以我想对上 刚刚那个妈妈提的问题 就是做一个知识科普 因为就是我们是在我们有一门课 叫做孕妇和新生儿的照顾 这门课里面也有提到过抑郁症这个话题 包括有一门课就是mental health 就是脑和精神的这方面健康知识 也有涉及到我这个话题 其实他大部分的讲的主要的医学的病因 就是ideoparsal就是说 不知道原因的原因形成的 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基因造成的遗传 然后呢就是 而且这个概率也是你没法去预算的 因为同样的一个同一个大妈生的 可能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一个孩子就不是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的孩子也是稍微诊断 诊断出来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叫AD 什么那个 对 不是是另外一个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介于那个 嗯 自闭症和那个之间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的老二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基因就是先天造成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 呃 之前你说那个发烧的那个 然后本来会被糖是不会的 他是由于发烧导致脑组织损伤 影响了 到了他的发就是说话的那个语言的那个 那个那个区块组织 所以导致语言就不会说了 这个不是自闭症的原因导致的 是由于脑损伤导致的 对然后呢嗯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的第一个孩子 呃就是他他他是有一个特殊经历是他因为他怀了两次孩子都流掉了 所以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特别紧张 然后他也觉得就是他后来孩子出生以后就是特别敏感超级敏感就是看人的时候都不不愿意直视 并不并不并不是完全的自闭症 但是就是说他觉得他很就是性格上肯定是有一点点就是瑕疵和就是不如意的地方的他就说呃 因为他怀了这第三胎的时候很紧张很小心每天担惊受怕又怕这第三次怀孕又流掉了所以呢 导致这个孩子生出了以后感觉性格是比较敏感高敏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那个妈妈问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也可能是由于你孕期的一些高度的压力呀生活上的压力呀精神上的压力呀会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正常发育包括他的脑发育 如果他的脑发育不好就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认知和正常的发育就是说话所以呢就是尽量就是我们当时所以我们当时就会说提倡这个孕妇在完孕期间一定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啊包括病人也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如果你是抑郁的你肯定会就是这个病就更难好难痊愈但是如果你是开心的那你这个病就很快会痊愈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和治疗吧 然后我还刻意为他的孩子就是那个高敏感的孩子做了一个research查了一下我们学校的那个文献呃他就说如果你在怀孕的后期晚期呃适量的吃一些高纯度的黑巧克力可以就是降低这个孩子自闭症的一个风险数所以就是这个是唯一我知道的一些小trips今天分享给大家谢谢 好 谢谢然后也希望呐呃呐你每天都过得开心谢谢 我现在挺开心的 但确实有一句话 我是觉得可以echo一下 就是孕期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的情绪 包括你带人接物 肯定会影响 而且你当时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比如说我老大 我那个时候就很爱睡觉 就发现胜出来他也很爱睡觉 老儿很活跃 就在肚子里就不太停了 这样然后他生出来也是这样子 那讲一小点就是 我也是最近在医学上学到 就是当一个小朋友在肚子里 他缺氧超过6到8秒 脑细胞就开始死亡了 所以就是其实生的时候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生孩子还蛮容易的 但其实古时候生孩子是一个鬼门关 对吧 所以他其实不是很容易过的 要么就是妈妈可能要承受很多 要么就是孩子要承受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在生的时候 孩子如果脑袋缺氧 他就很容易造成脑细胞死亡 那样会变成比较严重的自闭症 但是现在社会上 最新的数字是每36个小朋友里面有一个是自闭症 大部分其实还是算比较轻微的自闭症 特别棒 我们还有三分钟好的时间 我呢也想就说我知道那个Diana有很多经验就 我也想问你一下你现在最大的一个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其实还是希望说透过我自己一点点的努力吧 可以帮到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我也很希望就是所有有特殊孩子家长 乃至于没有特殊小孩的家长 他你甚至不是一个妈妈 我们就是可以团结起来 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我此生最大的一个梦想 特别特别的棒 那个直播间的那个小伙伴们还有谁有问题没有 我刚才看见Coco有开麦克风 我不知道他还要不要问 Coco你有问题吗 好那个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我不占用大家太长的时间 我就简单说两句 提到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呀 我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美术老师 我自己办班也很多年了 我专业就是美术教育 就是绝对是一个真正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并且一直也教书将近20年了 我在教书的过程中遇到过 好几个 自闭症的孩子 包括同时伴随还有ADHD的 就是多动症 就是自闭症和多动症一起的 但是说实话他们在我的课堂上 确实 怎么说 就是跟普通的孩子是无异的 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 就是其实 从艺术的角度出发 他可以治愈人 就是说如果 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也好 或者是一个多动症的孩子也好 其实 可以从他热爱的那个点出发 去培养他 他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但是他也是孩子 就是你要发现 关注他所热爱的东西 他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去培养他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同时也可以 治愈他很多 对因为我亲眼看到我 教过的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他真的是变化很大 对 所以我自己也蛮感动的 其实我就是想 说两句这个 就是 不要 我知道这个自闭症里面的程度 还有很大的不同 有一些轻度的 他是语言没有障碍的 对等等吧 我不是专业的 我不能具体去 去把这个说得很清楚 但是我的心意就是 首先呢 我也想抱一抱这个Daina 真的是 伟大的母亲 我其实因为我儿子的一点事情 我都可以焦虑 可想而知他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得了意义重 我绝对相信 就是 面对孩子的这份心 做妈妈的这份心 真的你越关注你越会焦虑 对 所以 我第一个想说的就是 艺术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治愈孩子 可以去尝试一下Daina 第二个Daina 为了 我们也有那个 叫什么 绘画课 对 它是治疗的一种方式 对 包括音乐课 也都非常好 古典音乐 钢琴 小提琴 各种乐器的声音 对 我们也有 也有 钢琴课 就在刚才 Coco讲的 我也想跟很多家长说 其实就算这个孩子有 诊断书 就像我的孩子可能不止一张诊断书 但是我都把它看成 只是一个商标而已 就是一个标签 外在的人给它贴上去的 那我的孩子 他 还是我的孩子 首先他是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不是要用 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 但是你可以去看说 比如说正常孩子数学不好 你就补数学 语文不好 你就补语文 那我们这样的孩子也是 你是Cognitive不好 那就不Cognitive 也就是 对 所以我是希望每一位孩子都可以 看到自己孩子的这个长处 看到 这个 浅能 像Coco老师说的 可能他很有画画的天赋 也许他把你家的墙画得一塌糊涂 但是如果你发现 这是他的强项 也许你可以把它送到画画班 如果他对音乐有感兴趣 甚至或者有的孩子他会做 机器人 就是会 电脑编程 这些都是有的 在我们中心其实还是有很多 成功的案例 我们去年就有一个孩子 因为他 我叫他们孩子了 但他其实已经长大了 他找到一份工作 是做游戏设计的 年薪6万 我想大家应该也挺替他高兴的 对吧 对 是的 Dana 我能再说两句吗 说吗 说吗 这个 我第一个想表达的是从我的职业出发 我也接触过这样的孩子 然后呢 因为他的学习有进步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话分享出来 就是 第二呢 我自己也有孩子 对 所以 我觉得什么孩子都是孩子 你在关注孩子的同时 你去培养他 对让他成长的 让他成长的不孤单 什么都去学 运动也可以学 艺术也可以学 其实他就是一个孩子 跟其他的孩子无异 学什么补什么就好了 对 就是也是一个 从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生命是平等的 可能是 我可能是因为 教过的孩子比较多 天天都在跟孩子打交道 我刚才也是刚才 刚刚上了三节课 7点半下课 赶紧 吃口饭跑来听这个 就是对于孩子教育的东西 我都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感兴趣 我想去学 我想去听 我想看看 这个世界大得很 其他人去怎么说 因为自己认知特别有限 首先老师如果你丰富自己了 那么 就像是中医不是说吗 见世界最后是见自己 见世界见众生见自己 所以 所以对 然后我是怀着这个心情来听 就是 倒不是我自己孩子怎么样 然后 还有一个 Diana刚才提到一个就是 他抑郁了 就是 心里很累 简单来说 其实我给一个建议 你真的可以尝试去有个信仰 对 信仰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的精神 是他精神世界的粮食 就是说 就是说当你很累 无依无靠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 你想要相信的东西 那是一个希望 是一根绳子 能救你的 就是 当然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哈 我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我很虔诚 然后所以呢 那我才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很受益 对 对 是哪位朋友 那那个 我看来 不知道其他的 不知道其他的 对 好 那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就断了呀 听不到了是吧 对那个 那个我们有那个 在小儿童上 有录播 到时候 大家可以去重新 去看 那如果来晚的朋友呢 可以呢 等一会呢 Lisa会把那个 回放的 链接 发到群里 然后呢 也会把那个 Diana的 联系方式 发到群里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 关于孩子 关于 NPO 关于这个 我觉得Diana 不仅仅是这个 就说的在 自闭症的孩子 就说从 她面对这种挑战 能够 活成 就是说她家现在的气氛 就是她先生也说就想 已经活成了 他们想要活成的样子 我觉得在这方面 也可以给大家很多 很多的 这种 这个叫 经验 好 所以呢 那今天呢 特别感谢 Diana 抽出时间来 和大家分享 也感谢这个 直播间里这么多小伙伴 这么积极的回应 那我们每周 那我们每周三 都有 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参加 所以呢 谢谢大家 到时候我们下周三再见 谢谢Diana 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的邀请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那我们 谢谢